2022年10月14号 我省上劳市延山县志远中学 高医学生胡某宇失忠 事件发生后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组织有关部门和各方力量 持续开展了搜查搜寻工作 2023年1月28日 胡某宇尸体被发现 在国内权威形式技术专家 现场指导下 审视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 通过开展调查版文 现场勘查 尸体检验 认定胡某宇系致意死亡 尸体发现地 系原始第一县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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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茜